各位欢迎亲 大家好 我是陈美冠 欢迎收看今天十一月十九号的欢迎新闻 欢迎观虽不及 今天在后卫投资官的公团 基本这条大型的三桌外面 和大部份民众和建筑来了解 因为最近第四条件引起社会很大争议 及到党允计在会中就特别承认 第四条件三当条件一次 今年全国边境条件三桌 但是欢迎观只条了百分之一 再比较起来对着地质的影响是比较少 在后卫国中的浪赛表演中 欢迎观虽不及今年的选择多少年 正式典型 国际国际都来设断 透过各种游戏 来选择游关虽不及的工作 虽不及今晚的基础 今年的第四条件总结 应期很大争议 但是欢迎观光只条件百分之一 条件的力度相对很少 全国这一次公告地价的调整幅度是平均三成 百分之三十 云林县只有百分之七 所以我们调整的幅度是全国倒数第二名 我们调整的幅度是最轻微的 所以我特别在这边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云林县利价税没有调整很多 大家不用太烦恼 在允许前要提出六岁前 否则自用自替的民众 在国际之前都可以提出申请 合法来接受 因为税金最差四倍 你如果符合自用住宅 你不用在9月22号之前 这个期限申请 来不及的话 你可以延到这个月月底 都可以来申请 你的税金差了四倍 差四倍 所以不及今天特别邀请 到处这条税务中雷 家庭遊山地时代当时有高兴族 出去好好大家升星阿税 我们公司永远都是热心公益 是一个非常交税低迷的公司 希望我们的乡亲 来大家来扼管 我们做一个老百姓 交税是我们的光荣 厚贝町的林文宾也感到 最近是各种建设的经历来完 厚贝町公所会顺席开机 做好水金的管理工作 这个水浮的工作 当然是我们所有建设经费重要的来源 所以以我们工作 也会增结开支 共同为我们纳税人 做回来做好管理的工作 水浮教这些选择活动 要进行摩擦 以及官发表的协助入社团体 比较借由悠仗政大的节目 让民族更加了解水浮的相关地席 记者以便会 曹王博德